船竟然被中國的海警船 強行登艦 直接把人跟船直接給拉走 現在大家想問 我們應該怎麼營救它 但大家不要忘了 之前海委會主委管 並您說過什麼 你可以不用去理這些海警船 當你有問題的時候 大家可以 海巡署一定會來救你 這次有沒有救 有救 我們的船隻也過去了 但是最後竟然是不敵對方 3比7 只有只能眼睜睜 看著他們走了 大家會想問 那未來誰來保護我們 除了第一線漁民 那對於我們台灣人呢 好 這個議題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的是 立法委員李彥秀 你好 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 彥秀姐 我們就先一個一個來問了 我剛提到 管碧琳剛那樣的說法 其實讓很多台灣民眾 會有點傷心 就第一次你不是說 我們人還沒有到 船跟人已經被帶走了 你眼睜睜地看著他們來走 現在問題又變成 到底應該怎麼去救他們 管碧琳從今年到現在 其實有四起 兩岸漁船或觀光船的爭議的事件 那管碧琳之前喊得很大聲 講說護漁 護民 護國土 那今天看到的結果是自打嘴巴 那護漁到底在哪裡 護民到底在哪裡 就是說我們找不出具體的做法 過去兩岸之間有固定的默契 即便在靜置水域 大家大概有一個默契跟協商的方式 但我們看到從今年開始 四起事件 無論是對方傳進我們的海域 或我們不小心傳進對方的海域 我們當然都希望漁民 能夠盡速平安的回來 對 但是平安回來的方法 方式是什麼 你再也擋著我們可以喊話 想說兩邊要對話 不然的話就是 萬一有一個小衝突 小的誤解 如果沒有好好的辦法解決的話 可能會造成更大的誤會跟摩擦 那人可能也沒辦法帶回來 護民不是政府應該要做的天職嗎 那當時喊得很大聲的管碧琳 包括我們國安單位 那怎麼現在 怎麼說法 包括我們的海巡署 相應國安單位 說法一直不斷在轉變 對 其實委員 你剛剛有提到一個很關鍵的點 就是說法一直是在轉變 今天早上 宇悅署跟大家講說 這個海域因為金門 總是會離對岸比較近一點 很多地方是兩岸共同的海域 就是你剛剛提到的默契這件事情 但要跟大家講 之後開始新聞開始報導 兩個方向 有人用消息人士的方式去影射 這還有一報是用國安人士說 沒有沒有 是我們遇傳錯 我們闖到對方的海域 這兩個說法是完全不同的 對 所以這個也突顯出 我們政府在處理相關的事件的話 其實沒有一個單一的口徑 也沒有一個標準SOP的做法 第一 我們是不是應該想辦法去溝通 對 第二 先釐清在誰的海域上 如果是共同海域 我們當然是有理趕快去做溝通 但是我請問 第一 你連到底是在哪邊的海域 都還搞不清楚 說法轉變 一下子海巡署的說法說沒有 那國安單位就說 有 是在對方的海域 所以到底在誰的海域上 我們還搞不清楚 這是身為政府單位 第一個我覺得很壓抑的地方 第二 那對於我們的漁民 他可能在捕魚不小心追捕的時候 跨過去一點點 過去都有一個默契模糊的地方 即便我們跨過去一點點 那大家有一個默契就讓他回來 或警告的方式讓他慢慢傳再回來 我們的海巡署的船艦就出去 就可以把他帶回來 但是我們現在因為兩岸之間 沒有所謂的溝通的默契 而且惡意螺旋不斷的上升 今年初四月份這個驚嚇海域事件 現在大陸的漁民的遺體 到目前還冰在我們這邊 所以都沒有辦法溝通解決 那當然這一次我們漁民不小心 闖越了他們的海域 那他們後續會怎麼處理 我覺得政府去拿什麼樣的善意 去跟對方溝通 把我們的人救回來 我相信我們的漁民不是惡意的 那但是處理的方法方式 你政府前面沒有累積更多的善意 你現在怎麼樣去跟人家談判 你拿出什麼籌碼去跟人家談判 我說執政其實不是用喊話 再也可以喊話提醒你要怎麼處理 但是怎麼做是你政府的責任 那我們過去講話很大聲的管碧林 我們的這個海委會的主委 現在怎麼都盡聲不講話 此時此刻你要用什麼方法方式 你的做法是什麼 要解決問題 不是喊話 我們不是喊話說 我們希望對岸趕快把我們的人放回來 你用什麼方式 結果才比較重要 不是執政不是用喊話 喊話就來當在野黨就好了 你對這事情你的想法是什麼呢 我們也會在我們的YT 跟我們的粉絲團開一個投票的序列 也希望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訴我們 以上最新 直播